活络外浦渔港观光 苗栗县后龙镇公所 向营建署争取了将近3000万经费 并且获得了国产署拨用土地 在空军雷达站提防旁的空间 新建了停车场 并且规划要增设简易型的洗脚池 工程预计再两个月就可以完工 可以让游客更加方便 外首正在赶工大新土木 工程进度超前 已经达到五成 位在霍龙镇外浦渔港北侧 空军雷达站前的这块空地 正在施作停车场工程 而一旁的堤防怪 这是当地知名的景点和环石户 霍龙镇公所为活络渔港观光 更为方便游客 向国产署争取拨用土地 先建一座全新停车场 那远然是一个 以后可能是大家 比较喜欢来这个地方 然后有一个相关的设施 让他们能够来使用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准备批建一个停车场 那停车场的旁边呢 我们也议定一些 有一些相关的 可以换洗的一些设施 让我们的相关的游客 可以在这里能够玩得很愉快 百年游场至今仍具有捕鱼功能 和欢石户沙滩海岸 假日吸引游客照访 但缺乏观光设施 像是踏浪踩水上岸之后 没有地方可以关系 震公所初步要再次 增设锦衣的洗脚吃 我们公所这边也向这个研建署 也申请一个这个 周边的一个设施的一个改建 的一个整理 那我们议定在这个 石户的这个旁边这边 我们有一块这个公有地 有一块公有地 我们准备把它能够整理出来 然后供这个到海边来游玩的 乡亲的游客 他们在海边玩一玩 他们上岸 还有一个可以冲洗的地方 停车场简易洗脚池 道路路面修缮等 营建署总共补助 将近三千万元的经费 整体改善工程预计 十十一月份可以完工 以逐步完善外埔与港的 观光修起设施